一三歡迎 總統 受到民眾熱情歡呼 里長議員立委們更是早就來卡位 總統蔡英文來到三重 先色功參拜 不忘搬出減稅有成 以及口提議把針成功來炫耀政績 蔡英文做這麼多 我們財政還是平衡的 很健康的 你說蔡英文會不會持家 會 會不會持家 會 這樣的總統不會講大話 也不會說要花大錢 也不會說什麼發大財等等的 一邊暗酸高雄市長韓國瑜 另一頭針對郭台銘的幼兒福利政策 0到6歲國家養 更是一句不惜散盡家財 讓蔡英文直接打臉 國民黨其他的候選人 都抱持著一個 說好聽人是懷疑 說比較直白一點 是採取一個否認的態度 否定的態度 所以把自己的家產拿進來講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不相關 左批韓國瑜又嗆郭台銘 辣台銘沒在客氣 針對能人政策招批 蔡英文也不客氣反擊 台灣不缺電 即便是在今天這麼熱的情況下 我們的倍轉容量 還是到達10% 那這是一個蠻歡愉的一個倍轉容量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候選人 在進行辯論或者是在批判執政黨的時候 應該要掌握相關的資訊 從原本的笑臉轉為嚴肅痛批國民黨候選人 更是針對合肥料議題怒嗆國民黨不敢面對 蔡英文要用執政三年的拳擊單 讓全國民眾再挺他做四年 歡迎收看林基祥李佳話 新北市報導